早安笔记本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县份或城市 拥有这样一个福利 可以提供孩子们有营养午餐 而今天志平来到的这个地方 他就正好有提供这个福利 而他背后的故事也特别的感人 容志平来介绍一下 今天志平来到了南投县政府 我们要为您专访秘书长洪瑞志 秘书长您早 秘书长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全台湾提供营养午餐的 这个城市或县份其实是很少的 我还是请你告诉我们 到底有多少 我们南投县在一般的印象里面 算是财政比较差的一个县市 也就是说我们的自由的财源比较少 那很多一部分必须要靠这个中央的同轴分配款 或者一般性补助款的一个补助 才能让我们的县政的运作比较顺畅 那我们林明珍县长从上任之后呢 他也一直体会到说 民众如果他有小孩子在读书 那这个营养午餐的部分会造成这个家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他上任之后也延续了上一任的这个李朝鲜县长的一个政策 就是说穷不能穷小孩 小孩一定要好好把他照顾好 那所以县长上任之后也很着力的在于这个我们县境内的这个两大河川 就是乌溪跟佐水溪这两条大河川里面的一个输菌的一个沙石输菌的一个工作 那沙石输菌那个除了是要让这个减少这个河川的这个河房安全的问题之外 我们也利用因为跟这个经济部水利署的一个合作 在这两条大的溪流或者我们县境内的野溪去做一个沙石输菌的一个工作 那利用这个沙石输菌的这个特有的这个裁员 来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县民做这个营养午餐免费营养午餐的一个补助 这个部分可以很有效的去降低这个县境内的家长 这个在教育方面的一个负担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在其他的现实里面我们视为为土也许是视为一个环境污染的一个元凶 就是沙石因为他的开采不当也许造成环境的污染 也许造成对环境的伤害 但在这里我们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有一个有计划的开采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他的收益来当做孩子们的营养午餐 所以说这对全台湾来讲 它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要输进沙石当然很大的一个部分是 你必须要有大的河川 那这个河川它又必须是上游是有很丰富的沙石留下来 是有一定的条件 并不是说哪一个县市 每一个县市想要做沙石输菌 就有办法做沙石输菌 那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南投县是一个多山的一个县份 县份 所以我们必须就是每年必须靠这些输菌 预先防范当好雨台风来临的时候 可以减低这个洪范的一个可能 那这个整个的计划其实它是很精准的 必须要透过跟水利署的合作 你必须要输进到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不至于破坏河坊的安全 这个都是要有一套很精准的一个 我们讲就是说水里水文的一个计算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得天除后 我们的现金里刚好两条大河 一条是这个浊水溪 一条是无锡 那这个上游 尤其是浊水溪的上游 出产了很多的这个沙石料 那这个沙石料如果你不去输菌的时候 未来在洪范期的时候 它就可能会因为这样子造成水灾 那可能会影响民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那既然是这样子 那我们何不利用这个资源 来把这一个一方面 就是预先的输菌 把这个合防安全的问题解决 另外一方面也因为这个我们的营建业 各项工程都需要沙石料 那我们也透过这个沙石料的买卖 然后来充裕我们这个补助我们现的这个儿童的这个领养补餐 能不能有这样一个约略的简单的数据 当然我们每一年从这个沙石的贩售上面得到一些收益来提供作为孩子们的营养午餐 有没有一个约略的数据是我们可以在这个项目上得到的一些收益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沙石的这个收入 每年大概有五亿到六亿之间 那这个五亿到六亿之间 每年使用在儿童上面的这个营养午餐 大概二到三亿 那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那所以让我们南投县 是目前全台湾里面唯一两个还在提供免费营养午餐的县市 那这一次的这个议会的开议 其实也有议员就特别有提出来说 我们既然要鼓励人家生育 他也希望教育小孩子 那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营养午餐的这个补助的这个项目呢 在下修也就是说在幼儿园的时候的这一个孩童呢 就可以得到这个免费营养午餐的一个照顾 那县长也当场承诺议员 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带回来研究 那初估大概每年会增加两千万的这个 就是幼儿园的幼儿的这一个营养午餐的费用 那如果在财政许可之下 县长是很愿意去推动这一项工作 一方面让我们的年轻人愿意生育 让他们在教育的时候可以减少他们的负担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我们会积极去审视 去面对去研议的一个问题 您刚刚说的是公立的幼儿园 公立幼儿园对 但是初步现在是用公立幼儿园的角度去 如果行有余力的话 县长也不排除 连私立的幼儿园都要把它纳进来 是 各位听众 今天志平来到了南投县政府 为您专访南投县的秘书长洪瑞志 我们讨论主题 就是我们看到南投县的这样一个很棒很棒的作为 他们把各县市也许是视为未图的一个杀实的开采的这个话题 他们把它做了有效的运用 同时把这样一个丰厚的收益 其中有一部分转作为孩子们的营养午餐 那么现在不但原来是给中小学的孩子们的营养午餐 现在也向下延伸到幼儿园 不但是公立的幼儿园 甚至于有一个想法是要做私立的幼儿园 我想这对全台湾不是生活在南投县的家长们而言 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梦想 那么好 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志平也想到就说南投县是一个多山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多山 所以每一年在台风季节来临的时候 那么我们想到很可怕的三个字就是土石流 那么是不是 就是我们也请教一下秘书长 是不是也因为土石流的这么多的一个情况 泛滥的情况所以导致南投县的砂石 其实它在开采上面会有一些比较 比如说是容易了或说是比较更多了 这样一个背景可以让南投县来多做利用 在有台风来袭或者豪雨来袭的时候 才容易把这个上游的砂石带到这个下游来 但是我们站在政府的立场也不希望有太多的这种台风或者豪雨的灾害 虽然砂石对我们来讲是一部分的财政的一个来源 但是其实民众的这个生命财产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也透过砂石的这一个收入呢 也有补助相关砂石的换围区里面的乡镇市 去做好相关的公共建设 也就是把一部分的钱是拿来回馈给受我们沙石影响的县这个乡镇 让他们做好相关的核房的安全或者相关的公共建设 那这样子一方面也会减少因为台风豪雨所带来的一个损伤 那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在财政上面有获得一部分的这个财政的一个收入 他有一个细节就是既然他的这个开采的效益是这么的好 那想必也有很多的业者沙石的开采业者想要一起来共襄胜举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领选机制或者说是一些公平的机制 是不是也要做得很确实 其实我们的整个沙石的标寿是用公开招标的方式 也就是说这个沙石我们每一地方公尺或者每一顿 我们都会设定一个底价 那让这个厂商能够进来标 那这个标寿是在公开招标的方式 你出价最高的就得标 那所以这个完全是透明公正公平公开的一个办理 是 各位听众今天的志评为您专访南投县政府秘书长洪锐志 请秘书长为我们来从这一个县民们 每一位家长南投县的家长 其实都津津乐道的这个对孩子们的营养午餐的这样一个补助 那么当然我们也很荣幸告诉大家 全台湾只有两个地方的县市是有这样的福利 一个就是南投 那么好 这个我们要先请秘书长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五四三二一 为什么校园不再单纯 为什么孩子认为师长不懂他的心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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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江宛如带身风 每周六晚间七点十五分到八点准时开课 来信请寄 teacher teacher at rti.org.tw 解决大家的疑难杂症 早晚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火腿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 今天志平来到南投县政府 来专访南投县的秘书长洪瑞志 那么请秘书长呢 刚刚在前一段的访谈当中告诉大家 有关于南投县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福利 对孩子们的营养午餐 那么接下来呢 当然我们也看到除了照顾孩子们之外 我们知道在南投县因为多山 所以呢原住民的比例也是相当的高 我想志平也有很多的原住民的朋友 他们很想知道在这个部分 其实县政府也做了很多的福利措施 对不对 台湾的原住民族有16族 那据我们的统计 在16族几乎都有人在我们南投县涉及居住 那我们核定的原民乡总共有三个地区 就是仁爱乡 信义乡 跟鱼子乡 那主要的这个部族呢 大概就是布农 泰雅 赛德克 少祖跟周祖 这五大族群 那全部的人口 我们大概将近有三万人之多 那大概占我们南投县的人口的 大概5.8person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 那因为他们有特殊的传统文化 有特殊的这个生活习惯 所以我们在南投县也特别成立了原住民行政局 这个原住民族行政局 他就专门在做这个原民的一个事务 他的局长 我们规定是一定要是原住民族出身的 也就是说他是原住民 才可以当我们原民局的一个局长 那这个原住民族行政局 他就是最大的这个Focus的这个政策 就是要照顾这个原住民乡的 这些地区的一个原住民族的 我们的县民 那他大概做的呢 大概有住宅修建的补助 还有这个族羽保育的这个托育 然后课后的这个辅导 还有这个族羽的振兴 还有部落大学 还有原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部落的文化健康站等等 那当然这个部分就含瓜了各项的建设 还有社会福利 文化观光方面的一个发展 那除了这个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行政局 他专办这个原民事务之外 其实这个原住民族行政局 他有需要我们本府其他单会 来帮忙的地方 我们的这个各个单位也都会这个去做一个行政上的一个资源 还有资源上面的一个挹注 比如说他又有各个公共设施或者道路的开辟等等 那我们的公务处建设处 还有社会及劳动处都会进行这个协助的这个工作 那所以这个原住民族行政局 他就是负责整个原住民族的这个区域的一个各项公共设施建设 各项福利的一个办理的一个单位 那这里特别要讲的就是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 那我刚刚有讲过这个原住民族 他有特殊的文化 特殊的这个家庭的生活习惯 那这一些呢 我们就透过原住民族的家庭服务中心 大概在仁爱信义补理 有设这三个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家庭服务中心 那我们也聘用这个当地的这个原住民族的人士 来当这个整个的照护员 还有他们行政助理等等 那对于这个家庭里面 有需要协助的事项 可以透过这个原家中心来办理 那我们大概一年里面 大概会有1080个案子的列管的案子 那个案管理的部分大概有180个案 那这个量对于这个我们三个这个原家中心 其实这个工作的负荷是非常的高的 但是我们还是会陆陆续续 在这个财政这个是许可之下 也是会再增加再多一些的这个原家中心 因为我刚刚报告过了 在我们的原家我们的原住民族目前核定 其实是仁爱信义跟鱼池 那你会发现怎么会补理由 其实补理由也有很多原住民族在那边 那究竟也服务这一个鱼池的这一个原住民族 那所以我们未来的方案 也许就是在鱼池那边也要设一个原家中心 然后提供大家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同胞呢 在各种生活上的这个遭遇上的 不管咨询辅导或者这个医疗 卫生方面的一个协助都会透过这个原家中心来协助他们 那另外有比较另外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部落的文化健康站 这个文化健康站呢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的需要 也就是说其实因为在高山上比较容易就是 让这个就是生活的这个环境的部分 可能立地的条件稍微差了一点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健康的问题 或者预热的问题 也是我们政府必须要去解决的 那在南投县公告的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的原住民的区域 大概就是有42个地方 那但是我们这个我讲的是部落 42个原住民部落 那目前是有21个部落有设这个文建站 那文建站除了指导他们的健康保护之外 那一外面也是带动他们从事健康的这个活动 比如说这个健康超比赛每年都都会有 那我们知道原住民主其实身性非常的开朗 他们歌唱跳舞这边其实对他们一生俱来就很好的一个基础 那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文建站怎么样让这个我们部落的这个民众呢 能够获得在这个健康心灵上都能够获得很好的照顾 这个是我们也要努力的方向 那刚刚我报告的时候我们大概有42个部落 目前有21个部落是有文建站 所以我们大概只达标了一半了 我们需要再努力了 还有一半我们更需要再去努力 我们也努力去寻求各方的资源 那比如说原委会等等 文化部等等来帮我们做一些经费上的挹注 我们希望说未来是不是能够在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个文建站 让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同胞呢 都可以获得在心灵上生理上健康的这个保护 是各位听众 今天的志平来到南投县政府为您专访秘书长洪锐志 我们从沙石政策对孩子们的营养午餐的这些贡献聊起 我们也聊到了南投县政府对于原住民的照顾 也难怪难怪志平来过多次的南投县 我们来观光来玩 可是呢我们每次遇到原住民的时候 我们都是看到他们脸上有非常非常棒的笑容 他们快乐的迎接着这些嘉宾 我们也非常谢谢南投县政府提供了原住民这么好的一些福利 厅长谢谢您 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持人夏先生还有央广的各位听众 谢谢你们听我的叙述南投县的发展 也希望你们来我们南投县游玩 然后能够把我们这个丰富而优质的农特产品带回家 是 谢谢